嗨大家好,我是Patrick 这期视频我跟大家聊一下你拿了香港的身份证之后 你一定要去做的几件事情 这期视频的内容也是之前发在我的知识星球里面的内容 好多关注我的朋友会比较好奇 知识星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它是一个知识分享的APP 我的频道叫做派翠克同学 跟我视频频道的名字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付费加入我的频道 然后我会在这里面分享很多关于香港的签证 续签,然后香港找工作,香港生活的一些分享 然后会有跟很多加入星球的朋友的讨论 现在现在加入我知识星球的朋友 我会跟他做一个15分钟一对一的语音咨询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上周 我刚刚跟我知识星球的朋友们 举办了第一场的线下的聚会在香港 在一个海景餐厅里面 大家围在一起聊很多跟我们在香港的生活 香港的发展有关的话题 讨论一下大家签证的情况 大家以后的发展目标 并且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们 大家都互相交换了一些方式 然后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资源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 举办了这次的聚会之后 我觉得其实是挺有必要把这个聚会持续的办下去的 我接下来也会再筹备第二次第三次以及以后的聚会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加入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成长 说回到了今天的正题 拿到香港身份证之后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 当然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做了 就是要在香港开账户 两个账户 第一个是银行的账户 第二个是证券的账户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很多朋友还是习惯用内地的银行卡炒A股 但是比如说国庆期间 其实A股是停市的 但是港股是持续交易的 所以说如果你同时有A股和港股的账户的话 其实你可以多一个投资的渠道 另外也强烈建议大家来香港之后 办香港的除了银行卡 储蓄卡之外 要办香港的信用卡 因为这个信用卡 它不断可以积累你在香港的信用 对比内地的其他的信用卡 香港的信用卡 不管是它的回赠 积分 玩法 还有它在本地购物的一些优惠 都会好很多 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去年买了iPhone的15 Pro 然后香港的本地信用卡就有一个优惠 是你在苹果的官网 或者在它线下全款购买之后 你可以免息分期六期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活动 当然我听说内地之前有24期分期的 当然香港有六期也不错 今年因为我又买了新的Apple Watch 依然用了分期的优惠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当然你多积累一下香港本地的信用记录 对你本身在香港的财务规划 融资什么都是有好处的 这个回头我会单独列一期来讲一下 我自己常用的几个香港的信用卡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二个是香港的驾照 这个其实我之前做视频分享过 在香港拿驾照的经验 当然了香港的驾照 其实你不需要香港的身份证 一样是可以来办的 你用你的港澳通行证来香港都可以办 但是你用香港身份证来办香港驾照的 一个额外的好处 就是你拿到了香港的驾照之外 你可以办一个国际驾照 每次你的国际驾照有一年的有效期 这个国际驾照其实就是非常好用 因为我是去年的下半年拿到了国际驾照 去年拿到了驾照之后 我就去澳洲旅游的时候 就租了车去自驾 当然也解锁了诱驾的经验 今年去了两次日本 一次冲绳一次京都跟大阪 我都分别租车 在冲绳大概租了六天左右的车 在两天在宫古岛 四天在冲绳的本岛 因为你在冲绳如果没有车的话 你只能跟着大巴 很多地方你都没有办法自由的去玩 但是你有车的话就很方便 然后这次我去京都 因为我住的酒店 其中有一家是在它的郊区 在京阁寺的附近 那里如果没有车的话是很不方便的 但是因为你有国际驾照 你就可以在日本租车 日本其实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如果你没有国际驾照的话 你是绝对是不能租车的 再提醒一点 我们之前在内地的很多租车平台 比如说什么租租车之类的 它这个平台给你办的不是国际驾照 它只是你驾照的翻译件 有些国家它是承认中国驾照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租车给你的这种翻译件 但是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日本这种 他们比较严格的国家 你就只能用国际驾照去 这一点就是香港驾照 换国际驾照的一个明显的优势 第三个是入台证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 因为各种原因 去台湾旅游的签证暂时都很难办 但是如果你是在香港居住超过一年的话 你就可以去办这样的一个赴台旅游的证件 其实因为香港离台北的距离还是挺近的 我最近周围的朋友圈经常看到 有人去台湾去玩 然后包括我的同事 很多他们也是会选择长周末 或者是五天左右的假期就飞到台湾去玩 这个证我暂时还没有办 但是我希望它会成为我最近出去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当然除了这几个之外的我们星球的网友又补充了一个是香港的赛马会的入会 但是这个是跟赛马博彩相关的 这个我就不做推荐 但是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这个确实是一个更多的娱乐的机会 当然除了这几点之外 如果你是在香港生活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 比如说你可以注册一个谷歌的邮箱 然后你用这个邮箱去找工作的话 其实就会方便很多 当然了其他的信息获取和浏览也是有它独特的地方 当然这个我就不许说了 总体来讲 我觉得如果你拿了香港的签证来香港发展的话 以上我讲的那些还有很多可能我没有提到的 以后我在视频里会提到 可能很多便利或者是很多你可以去办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idea的话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器里面留言 当然了有对我支持星球的内容感兴趣 有对跟我一对一的咨询感兴趣 或者是有对我们参加我们星球聚会 认识更多同圈层的朋友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考虑加入我的支持星球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和转发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